位于洛杉矶的普拉多设计场 注定要被载入中国的奥运史册 1984年7月29号 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二天 已走过近百年历程的奥运会 终于迎来了中国人登上最高领奖台的那一刻 在男子手枪60发漫射比赛中 中国设计运动员徐海峰 一总成绩566环夺冠 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榜0的突破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完成任务了 因为我没有 我那个成绩是很正常的成绩 就是正常我训练成绩就得成绩 因为我奥运会选拔赛 我是平均成绩是563.5 三场比赛 奥运会测试赛的时候 我打的是568 那天比赛打的是566 566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正常的水平 所以没有没有什么 夺冠后的第二天 还是平常心的徐海峰 在设计场观看了一场其他场次的比赛 场地上中央电视台一位记者 向他转述了夺冠后国内的情况 那时徐海峰开始感觉到 这枚金牌有特殊的意义 昨天北京的各大报纸被抢购一空 这在告诉我的第一句话 我当时听了以后就感觉头皮都麻烦 说有那么厉害吗 不就有冠军吗 他说你可不知道 你这个冠军现在在国内就轰动了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首次参加夏季奥运会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经济总量小 基础设施落后 对外开放程度低 徐海峰在洛杉矶涉落下奥运首金 顺时激荡起无数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也鼓舞了百废待兴中的中国 在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咱们国家经济 和很多方面都是说 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时候 都需要变革 但是你要想达到一定的目的的时候 或者达到一定效果的时候 首先从精神层面上来说 体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它会振奋民族精神 增强国人的凝聚力 2018年12月18号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徐海峰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中国从奥运赛场上金牌破零 到如今成为夺金大户 徐海峰经历了中国体育事业腾飞的过程 同时也见证了改革开放 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从运动员时期一枪射落奥运手金 到指教国家射击队女子手枪组 培养出多位奥运冠军 再到后来成为体育管理者 尽管身份不断发生变化 徐海峰却一直活跃在中国体育事业的舞台上 退休后 徐海峰开始致力于推广群众体育运动 对他来说 发展于少时的体育强国梦从未停止